听说抽筋就是要长高了 这是真的吗 假的 抽筋的生机跟趋机同时的收缩 跟那个长高真的是没有关系 两岁时的身高乘以二 就是成年的高度 这是真的假的 针尺性还蛮大的 不过两岁到了所谓的十七八岁 不能生病 听说喝寒糖的饮料或甜食 容易长不高 这些东西到我们身体变成贪湿 它就会阻碍正常体温去吸收 小草也能变大树 高人一等非难事 孩子长不高容易竖在起跑点上 什么方法才可以让孩子高人一等呢 现场邀请到三位来宾 跟我们一起讨论 担心宝贝长不高吗 掌握青春期是关键 望子成龙望女成凤 转骨增高黄金期是在什么时候 关键秘方又到底在哪里 不如来听听中医师怎么说 青春期喝转骨太阳有用吗 小孩子长不高 到底有什么方法呢 静怡妈一定会很担心家中的宝贝 太矮了 你们家有几个小朋友 我家有两个小朋友 我家哥哥我比较不担心 他现在小一 他140公分了 小一140公分 感觉还蛮高的 相当于小学的 小学四年级很正常的身高了 小四 所以你的哥哥提早三年 对 他还蛮高的 但是妹妹就比较矮 他现在中班 他才115公分 中班115算矮吗 不算 也算OK 不是 因为我两个宝贝的比较 我就会觉得他比较矮 然后我就觉得会不会是睡眠 睡眠的关系 因为我家哥哥之前很规律 大概9点就上床睡觉 那妹妹啊 他就野猫子 他就很喜欢跟我耗 有时候耗到晚上 一两点才睡 我就在想说 会不会是因为他睡得不够 就是那什么生长激素不够 这个影响真的蛮大的 一般来说我们生成的熟睡 在晚上10点之后 到凌晨大概两三点的时间 那生长激素在那个熟睡的状况下 会分泌得相当的旺盛 相当于睡眠品质很差 甚至被剥夺了 那自然生长激素分泌的量 自然就是差很远 所以除了那个时间啊 没有睡之外 会影响到生长激素分泌 如果说他那一段时间 睡得不够深 就是一直梦啊 反反复复 这个也会影响吗 也会影响 他必须要到很深层的睡眠 生长激素才会慢慢的 分泌到比较旺盛的高峰 那以周一来讲呢 白天算阳 然后晚上算阴 那阴呢 就是我们身体要沉浅 然后要休息 补充能量的时候 那现在晚上都不睡觉 你要补充能量 时间都不够了 那白天要怎么去活动啊 去长高啊这样子 那还有一个啊 就是妈妈都希望 小朋友长很高 所以就想说 要给他多喝牛奶嘛 多喝牛奶 要吃些起司啊 小鱼干之类的 你也会给你们家宝贝 会 两个都会 两个都会 但是长出来就不一样 对啊 喝牛奶补钙啊 有人说小孩子 会长到一百八耶 这有可能吗 这个部分的话 真的部分比较少 假的部分比较多 假的部分 那主要的是因为 长高的部分 它的一个高度的部分 就像一个房子 你要长得比较高的房子 当然大家知道 不是水泥厚 而是钢筋够不够强 那大概人的钢筋 其实在里头 是一种胶原蛋白 是一种串成一条柱子的东西 那通常是蛋白质的含量 然后比较壮 比较高 才会比较容易高 那那个钙的部分 其实只是像一个水泥的部分 在附在上面 让它强健的部分 蛋白质的部分 其实我们一般来说 我们会营养的一些均衡 什么都吃的状况下 我们一般说 我们蛋白质再多一点 但是先点 我们才能够让身体 去储存那个蛋白质 因为有些人甚至说 我只吃肉可不可以 因为有些部分的话 有一些能量的代谢 包括我们光是站在这边 光是跟主持人说话 我们都需要一些能量 那这个能量的过程中 你必须用一些 基本的碳水化物 脂肪去做一些消耗 那这样吃下去的 珍贵的蛋白质 才能做身体的组织转换 所以不是只吃那个 是什么都吃的状况下 蛋白质可以再多一点 就是多利用 而不是你只给它蛋白质 身体可能要代谢 所以说我们没有说 喝牛奶不行 喝牛奶不好 就是说不是真的只靠它 还有其他的东西 那当然牛奶是很不错的来源 它提供了很多的东西 它包括一些蛋白质 是高级蛋白质 也提供了很好吸收的钙 可是那不是只靠它 那网路的谣言霸霸就 我们来看今天的miss q 听说脚抽筋就代表要长高了 这是真的吗范医师 假的 可是真的 我想说每次抽筋 我妈说没关系 你怎么要大一样呢 要记得抽筋跟所谓的成长痛 其实并不是一样的东西 像游泳那种东西 抽筋的定义其实是 我们一个手背 或者小的地方的伸肌跟趋肌 同时的收缩 同时的收缩之后 这个骨头就不知道该怎么弯了 所以造成剧烈的疼痛 那这时间点跟那个长高 真的是没有关系的 那一般来说是那种成长痛 大概比较在一些长骨 像就是长骨啊 腿骨啊 对比较长的地方 他在拉长的过程中 尤其在小朋友熟睡的时候 他突然哭醒来 他就出现一些 突然拉长之后 旁边的一些肌腱 会被拉扯 会被拉扯 然后产生一些疼痛莫名的感觉 他那种痛是 例如说会抽痛吗 还是那种 这个话不好意思 范医师已经错过那时间了 真的不知道 他也是没有办法 没有求我 对 不过真的就是 真的小朋友真的痛得很难过的药 不过你怎么看它就是重点不只能有局部的红肿 然后也不能发烫 而且它不是在关节的地方 它通常是在一些骨头旁边 才会疼痛 它主要是组织的部分 那这种成长痛 通常有些小朋友明明长得很慢 可是居然会有成长痛 其实有些时候 他就是因为太瘦了 而且组织不足 所以这时候 他那个张力的部分 这样他无法释放 所以产生一些疼痛 会比一般比较胖的小朋友更加的明显 刚范医师提到一个重点 就是深睡的时候 小朋友容易有时候会有生长痛 那大概除了深睡的时间之后 我这边还有一个资料写说 傍晚的时候也会 中医师这是为什么 其中会认为说 像傍晚的时候 或是半夜的时候 你看都是太阳下山的时候 那刚刚讲的 白天是阳 晚上是阴 对 所以到那种傍晚 或者是说半夜的时候 就是阴气开始比较旺盛的时候 所以说你的体质 假设是说比较属于阴 或是属于比较寒的 这种可能就比较容易 会有这些生长痛的现象 那我们会用一些 比较温暖的药物去调整它 那再来就是 两岁的时候身高乘于二 就是他长大之后的身高 这是真的吗 范医师 真实性还蛮大的 真的 可是两岁就可以知道 是的 真实性还蛮大 不过两岁到了所谓的十七八岁 这中间有长达十五十六年的变化 没错 那这中间的话要确保是小朋友是健康的 要饮食均衡的 要睡饱多运动 而且不能生病喔 那这时间点它才机会蛮大的 根据爸爸妈妈的身高 其实我们可以去推顾小朋友 长到未来成人身高的大概落点在哪里 爸爸加妈妈加上十二 是男孩的予辜成人身高 再除以二 再除以二 那女生的话 就是爸爸加妈妈 减掉十一夸起来除以二 减掉十一 所以男生是加上十二 女生是减掉十一 减掉十一除以二 然后这时候就是男女的予辜成人身高 可以大概做一些推顾 不过这个大概参考用就知道了 对因为我每次看到那个公司后面 它还有一个 不过你在正负的百分之什么六啊 或是正负六公分都是合理的 对这合理范围 就是长这样 那全部人都包括在里面 果然很准 那个range给的太大了 对果然很准 那其实饮食的部分 我们知道说很多小朋友都喜欢喝寒糖饮料 可是中医怎么看 其实吃太多甜的东西 我们会注意到喜欢吃零食啊 吃甜的东西的小朋友 他们不太喜欢吃正餐 就是它会影响 就是正常的这些好的营养的社区 那中医会认为说 像这些东西到我们身体面 会比较变成痰痴 那痰痴这两个字听起来 在身体面好像就不是太好 它就会阻碍说我们正常脾胃 去吸收那些好的东西这样子 当血糖很高的时候 生长激素的分泌会被大幅的压制下来 所以我大概一般我们觉得 当你生长激素比较分泌旺盛的时候 我一般不建议吃寒糖饮料 譬如说已经剧烈运动过后了 那你期待这个运动可能对于成长是有帮忙的时候 然后请不要运动完之后就立刻喝一个甜甜的 很甜的一些运动饮料 珍珠奶茶 对 那这时间点他可能就 好不容易分辨出来的东西又举回去 那一般有人特别讲说睡觉前也不要吃很甜的东西 因为那也是会干扰到小朋友的生长技术 不过这些都禁止于学历 而不是说真的有人证明说 我们现在是每天给他吃珍珠奶茶 结果那个人果然变矮了 身长就变差 这种做不出来 对啊没有家长愿意让自己的保费感冒这样的风险 是的 那些女孩子很喜欢吃鸡皮 她性成熟过早就是让小朋友长高的时间 硬生生的往前挪移提前长完了嘛